首先,今天有很多人上來訂醋買醋 搞到吵架,即是互吊 我真的覺得… 買醋買了互吊? 不是,只是跟我們互吊而已 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呢? 其實… 首先我不明白 其實今次我的醋是充足的 充足的意思是我還了以前的舊債 然後還有一些醋 我不說,一定是因為廣告宣傳那麼厲害 今天真的很誇張 一早就已經來賣了 有些個別網友覺得很不開心 上來買不到 就說叫了水王,為什麼還沒回覆 但是你們要明白 水王那裡… 他不是不回覆,是還沒回覆 而且是回不及 因為是以百計的WhatsApp 我們每一次做這些 就是銷售的時候 是 我不會說用千計 只是幾百就沒什麼走雞 是吧 變成通常他就回來 坐在桌子上 大家要明白工作程序 就比較容易處理 如果用手機 我想晚上在家裡就比較困難 是 於是他們上來的時候 就發現沒有草 當然是有點不開心 這些責任 基本上,如果做生意 一定是我背負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就安排得不徹底 安排得不好 另外一方面,其實 我要跟大家說 每一次我這樣做銷售的時候 其實等於我上次的甜尿王 其實是我沒什麼貨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 因為我是有點變態的 雖然剛才我充滿誠意 說出我們運作的情況 是 但其實我看到網友上來 買不到很難失望的樣子 我知道我是不對 我是不對的 但我的心就很難心良 是不是變態 是 絕對是 但我看到你很難徬徨的樣子 我就有點開心 神經病 我整天擺到你又不買 為什麼呢 對嗎 無論如何,卡水其實… 即是賣不到他們會生氣嗎 為什麼呢 他們意思是賣不到就沒什麼生氣 但是他們通訊息過來 因為你又沒有貨 對,我特意出來 那你又沒有原來 是吧 但其實我昨天已經提過 其實你們聽清楚 回帶聽 其實我昨天已經說明 我沒有多少 我通常沒有多少才做廣告 那這些醋是怎樣好呢 那今早那些人一度上來買的時候 一度在說回他們的經驗 其實呢 我再說一次 昨天的網友跟我說 我不敢說100個網友 100人喝100人都可以 吸收那個不同 但九成九都可以 今早我第一次喝了兩包 今晚我又會喝兩包 我看看會不會每天兩包 其實我現在整合研究 基本上你長期堅持喝25秒是可以的 但不要計算昨天的衣植 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4杯 其實我很多網友 通常效果好的 就是清純互相介紹 推介等等 都是喝兩杯 就是早晚一杯 OK 效果好很多 就是減肥各樣東西 血管 OK OK OK